先住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主鼓励我们在地上 要以神的信实为良 愿今天早晨神的话语 让我们经历到祂的信实 成为我们的玛纳跟火水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一到十一节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硬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此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神啊,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的灵啊,你当行起 情色啊,你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仓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今天的主题是 三栋里灿烂的异象 主在列邦被高举的荣光 那今天的整个诗篇 五十七篇大概分为两个段落 一到四节是一个求告 六到十节是一个感恩 那为什么是求告跟感恩呢 我们可以先看这篇经文的背景 在一开始诗篇之前 他先有说明 他说大卫逃避扫罗 缠在洞里 那时候他做这个经师 交于林长 调用修药毁坏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其实中间的转折点 是在第六节 第六节他说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所以对照一开始的说明 当时的背景有两个 第一个 比较可能最主要的背景 应该是 撒末尔纪善 二十二章第一节 那里写到说 大卫因为逃避扫罗 他就跑到加特王 雅吉那里 但是因为好像情况还蛮危急的 他就装疯卖洒 吐唾沫 然后呢 接着撒末尔纪善二十二章说 他的富家还有包含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中苦恼的 他逃到亚杜兰洞 而他们都来投靠他 当时总共有四百人 那我们看见这四百人的背景 除了他的富家以外 圣经的形容是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中苦恼的 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社会上的边缘人 是无路可走的 但是他们听到大卫逃难到亚杜兰洞 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而他们都来投靠大卫 但是我们后来也看见这四百人 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跟精兵 大卫训练他们 在窘迫中间 使得我们看见有时候 今天的绝望 但是仰望神 可以成为转机和突破的契机 以至后来看见 今日看来是绝望 但是对明日还是充满了盼望 所以大卫是在这个背景 心情之下 写下了诗篇五十七篇 我们先来看 起先一到四节大卫的求告 大卫说 神啊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象 等到灾害过去 大卫当时自己也是无路可走的 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的心 他是求神怜悯 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象 等到灾害过去 对看环境都是灾害 但是仰望神的时候 就看见灾害中的盼望跟出路 所以第二节他说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第三节他说 那要吞我的人 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此爱和诚实 我们看见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他在危难 在绝境中间 他并没有对神失去指望 以致今日的绝望 要成为明日的盼望 那他的处境真的是非常的艰难 第四节他说 我的性命在尸指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但是当这些危机处境在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第五节 大卫却有一个转向 他说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我们看见大卫在困难中间 仰望神的时候 他仍然向神发出赞美跟感谢 在刚刚一到四节 我们看见大卫处境的艰难 所以他求告神 但是第五节他开始称谢神 他说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然后接着我们就看见第六节的反转 第六节说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不管当时大卫的背景 是亚度兰动的窘迫 或者有人说他的背景 可能是撒末尔记上二十四章那里讲的 大卫在影机底洞 那躲藏 他其实有机会割下扫罗的衣经后 将扫罗杀害 但是他也没有杀害扫罗 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背景 我们看见大卫转眼仰望神的时候 那个新的出路 新的盼望 新的转机就出现了 所以第七节他说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第八节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琴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所以接着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看见大卫在绝望的处境中间 他至终向神发出的是赞美跟感恩 他用信心已经看见出路了 所以他在信心中的赞美跟感恩 真的是格外的宝贵 第九节他说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昌 所以最后十一节他说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所以不论一到四节的求告 他在第五节说 愿神崇高 愿神的荣耀高过全地 或者他接着在第六节到第十节 他的感恩 他都一样的 第十一节跟第五节一样 他都是用一个尊荣 然后赞美 称谢神做结束 那我们中间看见 第六节是一个情况的反转 那个反转不是环境已经改变了 是他用信心的眼目已经看见 神要介入 神要掌权 神要翻转 因此我们看见 其实在第七节跟第八节 是非常宝贵的 我觉得第七节是我们 在祷告中间也要学习的一个榜样 第七节他说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他是用一个信心的宣告 他仰望神的时候 前面一到四节 他是求告神 把他的处境的艰难 告诉神 但是第七节 他转眼仰望神的时候 他用信心宣告说 我心坚定 他是向他的心 发出一个宣告来 他前面是求告 但这时候他宣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在危难中 我仍要唱诗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到第八节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我们在祷告中间 要学习的宝贵功课 第八节他说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秦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第八节 他是向他的灵魂发命令 虽然处境艰难 我用信心宣告 可是我还是看见环境的艰难 但是他却见他的灵魂发命令 说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秦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从信心宣告到向自己发命 向自己的灵魂发命令 大卫 他的处境就开始带来改变 我们一起向主回应祷告 感谢天父 你的爱不离不弃 你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你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 也不叫你的慈爱离开我们 但是你怜悯我们在地上的软弱 当我们的心仰望你的时候 主我们的心就要向你称谢 为环境的艰难仍旧称谢你 我们要用信心宣告 神介入就带来翻转 而且我们要向我们的灵魂发命令 说我的心 我的灵啊 你都要及早清醒 专行仰望神 定睛于神 听同神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突破的契机 仰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